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就各位所知這個案子是爭議長達13年的 永孫檢查宿舍多更案 四十七零九以後釋出的這個所謂正當程序保障 不應該要成為掩蓋公司更新的黑箱 聽證會亂辦 賈都跟遮核電 跟所謂的被灌水的共同負擔成本這三個 臺北市政府完全沒有做 結果他竟然配合建商呢 竟然說今年一定要過 今年一定會發建造 還有說今天九月十五建真章 到底好龍斌市長是在幫誰講話 還是最後的為不同一部各說各話 然後建商也說他自己的東西 最後做出來的會議紀錄 就是處於一個各說各話 沒有任何結論 沒有任何交相結變的狀況 這個是到底是都市更新條例 還是獎勵建商條例 還是突遞建商條例 所以我們今天審議會通過的 基率是高的 我們會立法處理 那看看委員會 因為委員會是審議權 所以要看看各位委員的意見 建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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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陪葬 人民陪葬 建商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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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陪葬 人民陪葬 表面上看起來 實施者在去年的一月中 釋出善意 指出說他們要用 整建跟重建兩個案子定行 但實際上我要指出 這個事情是假戲 但是假戲會不會在今天 針做 這樣跟媒體朋友們一起來監督 九月十五號 今天的這個審議會 為什麼好兵市長 他會這麼辛勢淡淡的要求 行政程序是不可逆的 首先就是 這裡面他其實主要畫的 看起來是有重建區跟整建區 然後把不同意的住戶 就是他們認為 我們家是不同意的住戶 就放在整建區 但是這個第一個問題是 他忽略了整建區裡面 其實還有想要重建的 已經簽約了 這個住戶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重建區裡面 看起來是 他們說把不同意戶都解決 但實際上 裡面還有很多不同意 宣業擔任實施者的住戶 那這裡面更多是 針對程序分配 還有都市更新的暴力 還有都市更新應該進行的行事 還有程序的正義 跟分配不公等等問題 所以這裡面 這幾戶都全部都被 火滅變成是重建區 所以我們認為 這裡面第一個大的盲點是 看起來好像把問題簡化為 住戶只是要選擇 重建或者是整建 但是這是完全的迴避說 其實這些區裡面 都各自還有不同意的住戶存在 那看起來好像 這些問題都在於 沒有簽約的人 他們長期的拖延 但實際上 他其實是掩蓋超額暴力 黑道跟林底的霸離 還有沒有符合正當成是保障的問題 那第三個我們就要問說 為什麼從頭到尾 實施者 四格與否 這件事情 從來不是在審議會上面 台內上可以談的問題 這個案子 根據我們 概念的估算 大概有40多億的超額暴力 我們關心它這些 超額暴力的流向 到底去了哪裡 早於審議會時間的兩週前 台北市長郝龍斌 即親自接見 永春多更自救會 並公開承諾 保證讓行政流程不可逆 盡快完成 9月15 建政章 為的就是這個嗎 政府和我聲聲說 已經把不同義務排除在外 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我們到現在還有五戶 還活在文藝院的惡夢當中 事實上 真正阻止和建戶回家的是建商 在現在拆除建戶的基地上 完全可以安置那些機遇回家的核建戶 原來蓋四樓的地方 就照原樣蓋個五層樓 也不用深挖地下室 也不用危機捷運的安全 房子沒有拆的部分 就讓原住戶搬回去 難道有這麼困難嗎 為什麼一定要拆我們的房子 先讓那些核建戶回家買 難道賺錢有這麼重要嗎 我們住的地方也是一樣 那房子好為什麼要多根 只要你不同意 我們在接觸的許多個案子裡面都有相同的清楚 只要你不同意就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威脅 像比如說訴訟的部分 那我個人的話我跟我老婆跟我爸爸跟我 跟我爸爸跟我的鄰居總共被告了大概二三十條 這是什麼道理 我們只是不同意參加這個都市更新而已 為什麼要受到這麼大的壓迫 更何況這個叫都市更新嗎 大家想想房子改建叫都市更新嗎 我們如果從高雄情況來看 你房子這種是新的 可是你的公共環境你沒有變好的話 房子變新的叫做都市更新嗎 衝擊量只是蓋房子來賣這樣子而已 那蓋房子來賣叫做都市更新嗎 我覺得這個就 我們應該是好好檢討一下 這個到底是都市更新條例 還是獎勵建商條例 還是圖移建商條例 那我們的更新處 到底是都市更新處還是建商處 那其實我們大家必須要去檢討這件事情了 大多數的都是簽了合建契約 今天房子被拆了 然後回不了家 或者說有多少多少的委屈怎麼樣 可是這個問題的話應該是 你今天你房子被拆的 你要去考慮誰拆你的 為什麼會被拆 主要是因為你簽了合建契約 那你簽了合約你要怎麼辦 你應該拿合約去法院去找公道 要不然就是你要把這個 所有的不公平的事情跟社會大眾講 然後跟政府講 可是不是 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在一個地區裡面 就會有同意的跟不同意的 然後同意的永遠不同意的多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 不管你是幾十年離居 那我感情的失業是非常的嚴重 目前為止得知的總樓地板新建面積 是一萬兩千多平 合法的這些住戶 他們所有的建物總面積是一千多平 但是其實總樓地板面積可以翻到這樣 可以看到說這個其實對環境影響非常的大 但是在這裡面呢 容積獎勵貢獻的是七千八百九十七點零六平 甚至這個案子還有一個特點是 它的停車的容積獎勵 其實是它永春案就在隔壁一站 大家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出站以後五十公尺之內 就馬上一定能夠走到永春站 但是在這情況底下 台北市政府給足了二十趴滿滿的容積獎勵 那我們要問到底為什麼 一個對於環境具有公共利益的建案 會搞到必須要讓你做出捷運的衝擊影響頻度 住戶們分道的部分其實是二十六點三趴 其他四十五點八趴已經超過 要能夠打平住戶部分營建成本還有多年營銷了 那實際上我們看到它的建築的這個淨利潤是多達四十點四七億元 我們不曉得為什麼住戶回不了家這麼簡單的心願 必須要透過四十多億這樣子的淨利潤來去滿足 說不定其實我們根本不需要這樣子建高樓的都市更新 也能夠讓住戶非常簡單就能夠回得了家 這根本就是核建契約 核建契約根本就沒有資格來拿所謂的容積獎勵 但是他卻包裝成所謂的都市更新 說這個叫做權力變換 所以呢然後第二個還可以跟市政府申請一大堆的容積獎勵 但是這一個過程裡面 他到底有沒有去查是不是一個甲核建 甲核建甲都根的一個情形 我們的臺北市政府審查了這麼久 他說這件案子過了十幾年 可是我們要問臺北市政府這十幾年來你到底是不是在睡覺 為了這麼多容積獎勵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回歸到公益 臺北市政府昨天非常的努力 還特別發新聞稿來說 他們也做了多少公益 幫建商捉益 可是我們要問 到底這些所謂的工作利益是真的是假的 他說會興建所謂的體育設施 但是大家都曉得有多少的大樓 多少的新界面的時候 他說他中間的所謂的公共設施 裡面設施到底是注目在用 還是大家都可以用 根本沒有 很多案子一個所謂的公共區域 他就用門把你關起來 用紅樓把你關起來 你根本進不去的時候 到底那些公共利益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們這次很清楚就是這樣問說 如果他根本是假都根來榨取公共利益 榨取容積率的時候 到底我們市政府是睡著的 都根案裡面最常聽被大家詬病的 包括市政府也摘了一個大跟斗 已經被人家揪出來的 就是所謂的把共同負擔的成本灌高 大家前面都曉得了 營建成本是10萬到15萬 必保急的也才15萬 可是這個案子 興業他在提的時候 他說共同負擔成本1比0要40萬 那請問從10萬到40萬 中間這個差了30萬 錢花到哪裡去了 沒有人告訴我們 臺北市政府也不查 也不監督也不審核 就平白無助 讓他把共同負擔成本灌成40萬 那意思是指說 他壓榨了我們同意戶 也壓榨了我們這些不同意戶 把我們所有的 本來應該屬於原本地屬的 原本住戶的權益 全部都被他灌水的 所謂的共同負擔成本被掩蓋掉了 這個部分 臺北市政府從來都沒有查 在7月25號聽證會上面 臺北市法規委 台北市政府的法規委委會主任委員 葉慶元 他指出 他說本案 這個殘送13年的這麼多爭議的都更案 他說本案只不過是為了程序的需要 並沒有爭議 所以其實完全沒有做任何預備 訂正的程序 然後甚至就連最基礎的 在聽證會上面做基礎的論辯 然後做出採證 採認或是不採認的理由 說明 都在這些程序都沒有 還是最後入圍 不同意戶各說各話 然後建商也說他自己的東西 最後做出來的會議紀錄 就是處於一個各說各話 沒有任何結論 沒有任何交相結辯的狀況 那試問 在我們的行政程序法裡面 清楚的說到 我們的行政機關在做出任何行政裁決的時候 必須參採整個聽證程序交相結辯的結論 然後做出到底為何要採納或不採納的結果 之後才能做成這樣的行政的材料 那我想請問 在這樣子的整個725號聽證會 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的情況底下 他要怎麼說他參採還是不參採 最後還是輪為一個各說各話公聽會的形式 我覺得這是對所有的 所有全台灣人民 對於他們的財產權 跟他們的生存權最大一個踐踏 第一點 我們呼籲台北市政府應該要重新重視 總統的整個建區跟總建區裡面 不同的意義的聲音 在個案上應該要重新檢討本案實施者它的適格性 制度上面應該要一定實質 能夠監督管理實施者的這個自治法規 目前完全沒有的 就算是都市更運條例裡面的 所謂的監督管理專章 其實完全是無效的 第二點 我們不需要虛晃一招不具行事的聽證會 目前為止台北市 目前在舉辦的這些所有的聽證會 都是為了行事上的需求 程序上的需求 但是這些完全無法碰觸到爭點 反而讓雙方 不管是所謂的簽約戶 或者是未簽約戶 都都再一次在這些程序的折磨裡面 再一次加深對彼此的度恨 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讓民眾之間弱弱相殘 也完全是不必要的 如果說真的考量詠春這邊所謂的弱勢的經濟 社會跟經濟上的弱勢物 那麼我們更應該要做的事情是 降低他們的共同負擔 不需要讓他們一瓶化 必須要付出到一瓶四十萬 才能夠住回自己的家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接著我們認為 針對本案 至少必須要符合四字709的規定 重新召開預備聽證程序 並且能夠做成決議的聽證會 這樣才能夠具備效力 並且重新全檢討 目前為止實施過的所有聽證會 他的實際的釋法性為何 最後